CNN主播直擊以色列軍隊在南部的集結點現場連線 周遭響起令人不安的聲音 猜說不尋常 結果下一秒 炮彈聲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接近 CNN主播嚇到反射性蹲下來 慌張左右張望 最後還是敬業地回過頭繼續連線 而周五又有從家下發射的火箭 陣陣白煙出現在天空 還能看到火箭發射的軌跡 以及在空中被鐵穹攔截的一個個小煙團 以色列民眾能跑多遠是多遠 因为中部地區雷霍沃特就有火箭落地 現場煙霧瀰漫 大人小孩的尖叫聲此起彼落 眼前景象太可怕 空襲警暴已成日常 台拉維夫大人牽小孩往室內跑 全衝到樓梯間避難 至於原本還在海灘上輕易放鬆的人 也是衣服來不及穿 先逃再說 而鏡頭再轉向耶路撒冷 就怕隨時會有恐攻 現場以色列軍人在各個舊城出口部署 艾格薩清真寺高規格出入管制 畢竟這個區域就是一直以來的衝突引爆點 年輕男子只能在馬路邊禮拜 他們只希望這戰火趕快平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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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